2011年6月16日,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接到了水产公司鲁荣鱼2682号失踪的紧急报警电话,随即展开定位搜救,但由于该船关闭了定位系统和无线电信号,搜救工作一无所获好。 谁知道,在2011年7月25日,在茫茫太平洋上失踪一个多月的鲁荣鱼2682号,突然发出了求救信号,正在北太平洋执行任务的中国渔政118船随即奉命赶赴日本以东海域的现场,于8月12日将其拖带回石岛港码头。 但令人惊奇与不安的是,于船上的成员从出发时的33人,只回来了11人,7月22人留在了浩瀚的太平洋,占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二。 该船一到岸,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随即登船,将船上幸存的11人分别单独带上警车驶离了港口。 法医也第一时间上船,在船上喷洒血液显形喷尽后,船上许多地方显现出诡异的淡蓝色光芒,这是凝固的血液被清洗后才会有的反应。 从失踪,报警到被拖回,那没有回来的22人去了哪里? 是死是生。 一系列的谜团笼罩在人们的心上,而船上残留的大量血迹和打斗痕迹,又让人们对这些人的命运感到了深深的担忧, 对鲁荣于2682号在太平洋上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恐怖惨剧产生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么,鲁荣于2682号在太平洋上短短的八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怖事件呢? 随着案件的侦破,萦绕人们心中的谜团随之揭开,一系列欺诈、告密、屠杀、背叛和同事操歌等等连电视剧导演都不敢编的桥段, 全部真实地在鲁荣于2682号这艘小小的渔船上疯狂上演,人性在这里显示了它丑陋而可憎的一面。 而这一切罪恶的缘由还得从头说起。 2010年12月28日,山东半岛的戎城市连续几日的大雪让这个海滨城市笼罩在一片苍茫之中。 中国北部最大的渔港是岛渔港,却依然是一派繁忙景象,各类渔船从港口进进出出。 当天,再有33人的隶属于荣城市某水产公司大型游钓渔船鲁荣于2682号也在这里悄然启航,目标为南美洲西部太平洋海域秘鲁和智利海域,主要是捕捞深受大众欢迎的鱿鱼。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鲁荣于2682号此次出海,却成了一场让人惊叫连连不寒而栗的噩梦。 鲁荣于2682号此次出海,船上一共有33人,分别来自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安徽、贵州等地。 其中该船管理层有四人,分别是来自大连的船长李成全、大副副义中、二副王永波和大管王延龙。 副义中,王永波是船长李成全多年好友,而王永波的妻子张月龄实际上并不同意丈夫这次出海,原因是闲时间长,收入和付出也不成比例。 而船长李成全本人虽然是已经干过20年船员的老海员,但干出国打鱼这活计还是第三次。 王永波做了二副以后,把妻子的表兄吴国志和江树涛、段志芳、崔勇等人也请来做了船员。 其余军围各种途径招来的普通船员,也来自不同的地方,主要是东北、山东和内蒙古等地。 这些普通船员之间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是亲朋好友,有的仅是一般的熟人关系。 比如轮机长温斗与二管轮温密使书败兄弟受温斗邀请而来。 王鹏同样也是在温斗邀请下上的渔船,他们两个曾经是同一个驾校的学员。 而实际上,王鹏的家人是强烈反对他出海的,但他坚持要出去闯荡一番。 但船员并不好找,除了这些各种关系带上来的以外,还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介绍来的。 比如来自黑龙江的刘贵朵、江小龙、刘成健等人。 另外,包德哥吉日湖等六名来自内蒙古的船员也是通过中介上船的。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面还有两个人是刑满释放人员,其中一个叫向立山的,是二进宫的盗窃犯,曾经是被判无期徒刑的。 本来,这艘船开始是三十五人,出发前其中一人退出,另外一人因为家人摔伤需要赵古而退出,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救了他们一条命。 鲁荣于2682号船员复杂的成分,是其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以船长李成全为首的大联邦,以刘贵朵为首的东北邦,和以包德哥吉日湖为首的内蒙邦。 谁也没有想到,本来是调游赚钱的活迹会演变成一场在这三个派系之间的生死情亚。 鲁荣于2682号出航前一天,出现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幕。 当天晚上八点多钟,大家正在船上打扑克牌,由大副副义中招来的厨师,大连人严师傅却突然像发了失心疯一般,嘴里不停地喊着,杀人了,杀人了,其壮甚为恐怖,大家伙怎么也劝阻不了。 一直这样闹腾到夜里十二点多快凌晨一点的时候,被船长李成全骂了一顿的严师傅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就消失了。 原来,他是成人不备从船上跳海了,然后往港口方向游去,恰好被路过的船只救了上来。 居然师傅的家人说,他平时就有精神错乱的症状,爱胡言乱语,没办法,大副副义中只好让他下了船,另外招来同样是大连人的夏其勇坐火时长。 但夏其勇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临时被招来做厨师的他,会成为这次鲁绒于2682号惨案的第一个牺牲品。 2010年12月28日,在送行的鞭炮声中,鲁绒于2682号在船员们发大财的憧憬中驶向了茫茫大洋。 船员们之所以有能发大财的期望,是因为来自他们与水产公司签的合同。 按照合同,这些船员们的底薪是每年4.5万元,另外每打捞一斤由于提成0.25元,按照往常的经验,等完成任务回来,每个人最少可以拿到10万元,怎么看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手脚马里的,勤快的,甚至可以拿到更多,比如干活最为卖力,捕捞的由于数量最多的刘贵多,保守估计可以拿到20万。 这对家里急需用钱的刘贵多来说,无异于添大的财富,让其摆脱人生困境的发财之路。 26岁的刘贵多是黑龙江龙江县人,初中辍学打工,什么活都干过,在乌兰浩特打工时还认识了一个姑娘,二人婚后生了一个女儿。 但刘贵多因为收入不高,住在岳父母家里的他经常被逼着买房子,实在没办法了,他只好离婚了事。 基于赚钱的他之所以来,鲁荣于2682号,也是被其高收入的广告所吸引。 当然,这艘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怀揣发家致富梦想而来的,几乎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堪往事。 唯一的例外是黄金波,据说此人家里在北京有房有车,出来赶海,纯粹是为了刷经验制。 两个月后,鲁荣于2682号顺利抵达了碧鲁海域。 年三十的晚上,也就是2011年2月2日,船员们都通过海事卫星电话和家人通的话,报了个平安。 一切看起来都是非常的正常与美好。 有多大希望,就会有多大失望。 这有句老话,不幸也在鲁荣于2682号上这些怀揣梦想的船员们身上得到了应验。 大家在鲁荣于2682号拼死拼活,干了半年以后,却发现出问题了,自己每天没日没夜的干活,不但可能白干了。 而且很有可能要反过来欠公司一大笔钱了。 这是出了什么幺蛾子呢? 鲁荣于2682号在太平洋上作业了快半年的时候,也就是2011年5月,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让所有人疲惫不堪。 其中两个船员黄金波和月鹏因为水土不服生病,不得不提出下船回家的请求。 谁知道,正是他们的这个请求,让船员们发现了他们与水产公司签订的合同有着不可告人的猫腻。 而这个始料不及的猫腻可能让所有人的辛苦付出竹篮打水一场空。 原来,合同上那句保底年薪4.5万元的后面还有一条不容易引起船员们注意的前提,若没钓到一条鱿鱼。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一年里一条鱿鱼都没有钓上,就给你4.5万元看看多好的事情啊。 但如果钓上鱿鱼的呢? 合同上是这样说的,每个月1000元的基本工资,外加美金提成0.25元。 更让人愤怒的是,船员们发现合同上水产公司的公章居然是假的。 也就是说,他们辛辛苦苦出来干了半年的活,欠的居然是假合同。 更为要命的是,按照合同的说法,他们这些都钓上了鱿鱼的船员们按照薪酬计算方法,他们不但拿不到多少钱,反而还要倒贴。 因为在船上吃饭住宿等等的花销是需要自己支付的,要从他们的收入里面扣。 就拿钓鱼最多的刘贵夺来说,他按照合同的条款自己算了一下,一个月最多拿到3000元再扣除花销,根本拿不到钱。 干活最多的刘贵夺上且如此,其他船员就更不用说了。 于是,自觉算明白账的船员们开始找船长李成全要说法,坚决要求把船开回去,自己都不干了。 但船长的话杜绝了他们回国的路。 刘贵多等人找船长商量要求提前回国的时候,船长李成全是这样回答他们的,想回国,门都没有,想都不要想,因为你们都没有船员证,也没有船敢搭载你们回去。 你们在这里老老实实地待着,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对出海打鱼的船员来说,没有船员证相当于没有户口的黑户,回国就等于是偷渡。 而这艘鱼船上就有18人是没有船员证的,其中就包括刘贵多。 刘贵多的脑子比较好使,也想了其他的回国办法,比如提起法律诉讼,但在茫茫的太平洋上显然是实现不了的。 所有正常的鹿子都被堵得死死的,愤怒与绝望开始在船员们心中蔓延。 俗话说,鹿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个因鹿而生的可怕计划在刘贵多的脑海里逐渐形成。 他的想法很简单,船长不让回国,那我就船劫持了,自己开回去。 刘贵多是颇有心计的一个人,为人也算大气,一开始登船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带了165条舍杖来的香烟,经常给人散烟,收获了不少人员。 江小龙,黄金波和刘成剑都成了他的铁杆小跟班。 他很快就召集了平时和他来往比较密切的江小龙、刘成剑、黄金波等几个人,在告诉他们打算截船回国找水产公司讨说法的时候,刘贵多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公海上杀人不犯法。 可见,他在一开始就考虑到要使用极端的手段去讨说法了。 他们显然没有法律一时,不知道劫持船之是非法的犯罪活动,而公海上杀人,一样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或许,从发现合同问题的起初,刘贵多等人的意识里也只是单纯地想回国讨个说法,毕竟谁也不想白白地付出,但在遭到拒绝与威胁以后,他们那被禁锢在脑海的恶魔就乘机出龙兴风作浪了。 期间,来自内蒙古的包德阁吉日湖也找过刘贵多几次,目的和刘贵多一样,就是想控制渔船回国打官司。 心魔一经释放,便无回头路。 经过半个月的拉拢筹划,刘贵多已经召集了大约11人的小团体,并且把夺船计划的实施定在了2011年6月16日,此时渔船正在致力海域作业,而且刚刚加满了足够回国的油,而这也是刘贵多把行动时间定在这个点的原因。 按照刘贵多的计划,如果一切顺利,大概50天就可以回国了。 理想很丰满,但夺船行动很快就陷入了疯狂之中。 当晚23点左右,船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大都进入了困顿状态,而刘贵多等人却兴奋了起来,因为他们要开始行动了。 为了防止鲁绒于2682号在被劫持过程中发出求救信号,刘贵多指使对设施比较清楚的黄金波,王鹏破坏了船上的通讯设备,定位系统。 然后让江小龙等人把守着通往二层甲板船长室的闲踢,自己带着隔击日湖,双席等人持宰杀鱿鱼的生产用刀,铁棍闯入了堕楼的船长室。 这个时候的船长李成全正在睡觉,一下子被闯进来的刘贵多从床上拽了起来,刘贵多话不多,就一句话让他起毛回国。 李成全自然不同意,由于还没有吊构呢,半路回去也没法交代,但他拒绝的话还没有落地,左大腿就被刘贵多扎了一刀,其他人也用棍棒招呼了李成全。 这个时候李成全彻底清醒了,知道刘贵多他们这次可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完真的了。 刘贵多告诉李成全,我们都被你们骗了,签订的合同和当初说好的不一样,要回国讨个说法,你必须得起毛回国,否则就炸了渔船,把船上的人杀了。 或许是李成全的喊叫声,惊动了船上的人,大夫二夫等几个人急忙往船长时跑去,因为他们是空手去的,一路也是在劝说着想回家咱也不用这样,说一声咱回去就完事了。 可能是船长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同意了起毛回国,然后大夫二夫开始了起毛操作。 如果没有后面的变故,也许刘贵多劫持鲁荣于2682号的图谋不会得逞,也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见船长是这边被围了,和船长关系比较好的厨师夏其勇不甘了,只见他拎着菜刀就往船长室冲去,一边还嚷嚷着这帮小X崽子还想截船。 夏其勇刚冲进船长室,还没有搞清楚里面的状况,冷不防后背就被江小龙砍了两刀。 遭到打击的夏其勇并不甘心,反手就抓住了江小龙手里的刀刃,双方在争夺的时候,夏其勇的左腿被其他人的铁棍打断跪倒在地, 江小龙见识随即一刀捅进了夏其勇的胸膛,又在他的脖子上砍了两刀。 这个时候刘贵多也挥刀砍向了明显已经不行了的夏其勇。 这个时候,刘贵多等人也顾不得检查夏其勇是不是已经死了,就命人把他扔进了冰冷的太平洋里面。 江小龙之所以上来就对并不是主要人物的夏其勇下死守, 是因为二人之前曾经发生过矛盾,船长李成全自然是站在夏其勇这边威胁要把江小龙赶下船, 这次报复的机会来了便不再留情。 夏其勇的死,一下子吓住了李成全等人,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开船回去才是活着的唯一出路。 李成全被迫在卫星岛航上设定了回国航线,游会开船的王鹏操纵返航, 大夫二妇等人也在船长室被看管了起来。 由于船上的通讯设备被破坏掉了,鲁荣于2682号也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 其所在的水产公司急忙报了警,当然这些船上的人并不知道。 这些人参与者随后聚集在了一起,经历了第一次杀人后短暂的沉默与不安之后, 老船员包宝成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大家听,没一个人就没一个人,回去就说刮海里了,给鱼带下去了,海上常有的事,这玩意儿回去很好解释。 包宝成的话像是一记事实的安慰剂,一下子让这帮刚才还忐忑不安的杀人犯平静了下来。 刘贵夺作事还是比较缜密的,次日,他就让人收缴了船上所有的鱼刀,把救生罚拿钢筋绑死以防止,有人借救生罚跳海逃生。 同时,他还把手下的九个人分成两个小组,轮流看管船长等人。 后来,刘贵夺的团伙又扩大到了十一人,多了冯兴燕和梅林胜。 刘贵夺和包德哥吉日湖是团伙的化石人,实际上,这个团伙内部也分为东北帮和内蒙帮, 目前也只是共同的利益暂时结盟在了一起,关系并不牢靠,稍有风吹草动便有可能分崩离析。 2011年7月9日8时30分,北京海市卫星地面站追踪到了失踪了近一个月的鲁龙于2682号, 经过110余次的呼叫后,李成全终于被允许接通了电话, 但李成全只能简单地说一切正常后就挂断了电话,之后20天再也没能联系上。 鲁龙于2682号之所以被追踪到,是因为刘贵夺在7月4日5日连续两天在船长试用海市卫星电话与女朋友韩某通话, 信号被正在寻找鲁龙于2682号的北京海市卫星地面站捕捉到了。 夏其勇被杀后的一个月,回国路上的鲁龙于2682号也暂时恢复了正常, 但表面上的瓶颈里,却酝酿着更大更血腥的暴风雨。 船上的暂时瓶颈,实际上也掩盖不了刘贵夺等人内心的焦虑, 通过对和船长亲近那些人的监视,刘贵夺发现二父王永波, 轮机长温斗,温密兄弟和岳鹏,刘刚,吴国志, 善国习等人经常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这让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总认为汤会趁其不被拿回船长的控制权。 就在刘贵夺疑神疑鬼的时候, 博福军的告密让刘贵夺下决心杀掉这些船长的人。 博福军告诉刘贵夺,称岳鹏和丹国洗澡了他, 让其和他们一起造反。 博福军同样是最初策划截传的同伙之一, 这些人策反薄福军可以说是找错了对象。 月黑风高夜,恶魔杀人时, 刘贵夺和包德格即日胡商量以后, 把行动计划定在了2011年7月20日凌晨, 温斗、温密、王永波、岳鹏、 刘刚和江树涛等六人被列入了死亡名单。 刘贵夺杀人也知道掩人耳目, 他先到船长室播放音乐并在声音开到最大, 意图以此遮掩其即将开始的罪恶行动。 在刘贵夺指挥下, 王鹏和梅林胜负责看管船长李成全和大副副义中, 黄金波则出面,先把温斗从四人间的堕楼里骗了出来, 然后与双喜、戴福顺持刀看管王鹏龙。 这时, 江小龙和刘成健冲进四人间, 向正在睡觉的温密腹部等处捅刺竖刺刀后, 由双喜、戴福顺将不知死活的温密抛入海中, 江小龙和刘成健则反身去杀温斗。 被骗出来的温斗刚刚吓到传贤, 就被在这里等待的德哥吉日湖、江小龙、刘成健、 黄金波等人乱刀砍杀后抛入了大海里。 此后, 杀红了眼的这些人如法炮制, 先后杀了岳鹏、刘刚、王永波和江树涛并将他们抛入大海。 次日, 也就是7月21日, 疯狂的杀戮依然在继续在刘贵夺的心思里, 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期间, 目睹了刘贵夺团伙杀人过程的大学生马玉超终于精神崩溃, 一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估计应该是自行跳海死掉了, 反正是至今没有下落。 此后, 刘贵夺把目标对准了陈国军, 直接把他从甲板上扔进了大海。 然后, 下一个目标吴国志被刀捅后, 疼痛难忍的他不得不跳入了冰冷的大海。 那个找刘贵夺告密的伯夫君, 也没有逃过刘贵夺的毒手, 因为他认为这是个两头道的不可靠分子。 梅林胜, 王鹏持刀找到了先是威逼薄夫君交出银行卡, 被拒绝以后, 二人对其一顿乱砍, 然后被刘贵夺一脚踹进了大海。 这一次, 刘贵夺团伙在夏威夷以西海域一次性就杀了九个人。 船长李成全躲过一劫, 之所以没有杀他, 只是刘贵夺的权宜之计, 他还有利用价值, 但依然被死死地看管在船长室。 从肉体上消灭了自认为有威胁的这几个人以后, 刘贵夺也暂停了进一步的杀戮, 船上也安静了一段, 船只也行驶到了日本以东海域。 局面的再次突变起因于刘贵夺要求大家假装生病, 通过卫星电话向家人索要五千块钱, 打入他提供的一张银行卡上一室。 按照刘贵夺的说法, 他认识一个在日本的律师, 大家凑钱, 把船开到日本, 这个律师可以帮大家打官司。 矛盾因此而产生并急速激化, 因为许多人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就连江小龙也因此和刘贵夺发生了争吵。 这时, 包德哥吉日湖内以同为内蒙古老乡的身份 找到了黄金波, 这个刘贵夺的铁杆。 包德哥吉日湖找他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以刘贵夺也会杀掉他为由, 让其脱离刘贵夺。 黄金波假意符合着包德哥吉日湖, 答应加入他们的团伙。 谁知道, 包德哥吉日湖刚刚心满意足地离开, 黄金波转身就找到了刘贵夺, 把包德哥吉日湖测反他的事情, 全盘断给了刘贵夺。 第一个告密者波夫君被刘贵夺杀了, 那么黄金波也会重蹈覆辙吗? 得知包德哥吉日湖的一心之后, 实际上, 对此早有心理准备的刘贵夺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二人一直是面和心不和。 为了对付包德哥吉日湖, 刘贵夺采取了借刀杀人之计, 这把刀就是一直被关押的船长李成全。 7月24日, 刘贵夺以二父王永波是被包德哥吉日湖杀害为由, 要求李成全加入他们, 而且也必须沾血才能活命。 这个时候, 船上不断的杀戮已经让李成全失去了反抗之心, 加上刘贵夺的挑拨, 他就答应了刘贵夺的要求, 配合其杀掉包德哥吉日湖。 这次, 刘贵夺先出面找到包德哥吉日湖, 以李成全要杀掉崔勇沾血入火为由, 需要借他的鱼刀一用, 不知是记得包德哥吉日湖对此丝毫没有怀疑, 痛痛快快地把刀交给了刘贵夺, 然后就按照刘贵夺的要求, 喊崔勇去船长事件李成全。 在他转身的时候, 刘贵夺的眼睛里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让人不寒而栗。 如果他可以看到, 一定会后悔把刀交给刘贵夺的举动。 崔勇身藏鱼刀和包德哥吉日湖来到了船长室, 李成全早已经持刀在那里等着, 还没有等包德哥吉日湖说话, 就遭到了李成全和崔勇的前后夹击, 被于刀刺的浑身是血。 此时, 在一旁隐蔽监督的黄金波和刘成剑也加入了进来, 对包德哥吉日湖一阵乱砍, 然后李成全逼其跳入大海里。 在此期间, 另外几个内蒙帮的人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 但他们能躲过去被杀戮的命运吗? 邱荣华、 上国喜、 双喜、 戴福顺和那个曾经说过, 没一个人就没一个人, 这玩意儿回去很好解释的老船员包宝成, 都被刘贵夺等人赶进了太平洋里。 至此, 内蒙帮全军覆没33人的鲁荣于2682号, 此时只剩下了16人。 次日, 也就是7月25日, 人们发现大管轮王炎龙也失踪了。 但不妙的是, 鲁荣于2682号的海底总阀被人打开了, 水直往船内灌。 而知道这个阀门的只有大管轮王炎龙, 很有可能是他打开后消失了, 反正也是死, 不如大家同归于尽吧, 这可能是他打开阀门的原因。 这时, 船上活着的还有15人。 船只一直在进水, 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刘贵夺一边让人排水, 一边维修好了通讯设备, 对外发出了求救警报。 收到求救信号以后, 国内的人们才知道了鲁荣于2682号的位置, 并准备安排救援船只。 由于船只漏水, 刘贵夺让人把木板、 救生罚之类的绑在船上, 增加船只的福利。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有四个人会借机成就生罚逃走。 大副复义中, 宋国春、 龚学军、 丁玉民等人穿着救生衣, 借绑救生罚的机会上了救生罚逃走了。 当刘贵夺等人发现的时候, 救生罚已经飘得很远了。 刘贵夺没办法, 只得任其逃走, 但他还是起了一个恶毒的心思, 把杀人的责任推到这逃跑的四个人身上去。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海上杨柳给救生罚的四个人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 又把救生罚飘回了鲁绒鱼2682号的旁边。 船长李成全先发现了飘回来的救生罚, 于是招呼其他人用船上的铁坠死命地往救生罚上砸。 很快就有三个人就被砸进了冰冷的太平洋里, 等待他们的只有那嗜血的鲨鱼了。 而唯一一个被拉上渔船的宋国春, 也在李成全的逼迫下, 由向里山和段志芳把铁坠绑在他的身上投入了大海。 至此, 鲁绒于2682号只剩下最后的11人了。 7月25日午时时分, 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一边安排黄渤海区渔政局所属 中国渔政118船前往救援, 一边协调由交通部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与日本方面联系, 组织必要的救援。 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左右, 日本派出飞机飞抵渔船上空, 晚上, 一艘货轮来到鲁绒于2682号旁。 7月29日, 中国渔政118船借到指令, 前往事发海域拖回鲁绒于2682号。 由于当时太平洋上正在刮着梅花超强台风, 中国渔政118号直到七天后, 才找到鲁绒于2682号。 在渔政船的船长等人登上鲁绒于2682号的时候, 船长李成全将他拉到一边, 偷偷塞了一张上面写着, 包德格即日狐一伙人行凶后乘木阀逃走, 剩下11名幸存者的纸条, 试图先行一步, 把责任推卸到已经死去的包德格即日狐等人的身上。 原来, 在渔政118到达前的几天, 这伙杀人恶魔担心只包不住火, 开始编造谎言, 定理攻守同盟, 试图推卸责任, 洗脱自己的罪恶。 推卸的对象自然是包德格即日狐等人。 为了避免口公布一漏线, 刘贵多等人还煞费苦心地把主要内容写成文字让大家背熟, 并且威胁谁说出实情就杀谁全家。 那么, 这伙杀人恶魔的如意算盘能否得逞呢? 2011年8月12日上午, 鲁荣于2682号被渔政118拖回石岛码头。 船上33人, 只剩下11人, 这早已经是有关部门如林大敌, 刘贵多等人虽然把责任全部推到已经死去的包德格即日狐等人身上, 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也只是一面之词, 在他们回来之前, 就已经部署好对案件进行严格的调查。 所以, 在渔船靠岸之前, 就有大批警察和警车沿阵以待, 港口附近也拉起了警戒线。 鲁荣于2682号一靠岸, 船上的11人就直接被警察带走, 每人单独一辆警车。 法医也开始上船进行法医学检查, 他们通过技术手段在船上发现了大量的喷撞、 柱撞血迹, 并对此进行了DNA鉴定, 初步掌握了案件过程的大致脉络。 在审讯过程中, 这些人一开始还利用编造的说辞来狡辩, 但许多说法与现场的法医证据并不吻合, 他们的口供漏洞百出, 很难自圆其说。 直到大势已去的黄金波, 最先承受不住强大的压力, 妄想以自首的方式减轻自己的罪责, 第一个招供了船上发生的一切, 但他的自首情节最终并没有被采信。 而首恶刘桂朵就狡猾得多, 不但否认了所有指控, 而且在看守所时, 他还鼓动和其关在一间求是的另一个死刑嫌犯与自己一起逃跑。 但这个嫌犯并没有答应, 于第二天举报了刘桂朵的图谋。 由于担心狡猾凶恶的刘桂朵逃跑, 从被举报那天起, 一直到他被执行死刑, 他的四肢都被固定在床板上无法动弹, 也是自有应得。 很快, 这些犯罪分子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 心理防线全面崩溃, 鲁荣于2682号恶性杀人案件真相大白。 2012年11月, 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恶性杀人案件。 2013年7月19日, 威海中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桂朵、 江小龙、刘承健、黄金波、李承权死刑。 王鹏死缓, 冯兴燕无期徒刑, 梅林盛、崔勇有期徒刑15年, 向丽山有期徒刑5年, 段志芳有期徒刑4年。 2015年1月21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017年3月23日, 最高法核准案件中5名主犯死刑。 至此, 鲁荣于2682号恶性杀人案件的刑事部分完结, 但他留给亲人的伤痛却永远不会消散。 轮机掌温斗出海前, 女儿刚刚出生55天, 就这样竟成天人两格。 刚毕业的大学生马玉超出海前还不满26岁, 女朋友还等他回来结婚。 出海前, 他的一句, 妈妈, 就当我出去上学了, 也呈血迹斑斑地追忆。 太多太多的残酷不愿意在这里说起, 但案件引发的人性拷问, 却久久不能让我释怀。 假如, 水产公司没有签那个虚假的合同, 大家都规规矩矩地履行自己的责任, 怎么可能会有后续一系列的人间惨剧? 假如事情发生后, 船上的管理者能够善待船员们给他们一线的希望, 相信结局也不是这样吧? 假如, 这些感觉被骗的船员们依靠并坚信法律会给他们一个公道的话, 或者采取其他非暴力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或许他们赚不到钱, 但他们现在应该也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在享受人生的苦与乐吧。 但假如就是假如, 这场悲剧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梦想变成了噩梦, 人性的恶在这里展露无遗。 但愿, 这样的悲剧能够警醒世人, 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